说够了公式只会讲上上下下 但要转哪一边根本不清楚吗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学转动代号的原因 让你能看懂公式表跟别人沟通 魔术方块通常是一次转一面 所以每一面呢 有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代表 来描述你转的是哪一面 以你当下握方块的位置 左边是L 右边是R 上面是U 下面底层是D 前面面对自己的是F 背面则是B 假设转上面这层U 有可能是这样子转 那也有可能是这样子转 那要怎么表示呢 而时钟指针呢 是朝着这个方向转 这个方向叫做顺时针 反过来就是逆时针 如果是逆时针转一步90度 就在字母后面加一撇 念作prime 所以这样子转就是U' 顺时针转一步90度的话就不用加任何东西 所以这样转是U 如果一次转半圈转两步的话呢 就好像是转了两个U 两个90度 就在后面加2 所以这样子是U2 所以U3就是顺时针转三次 最终的结果跟U'一样 那U4呢 就是360度转了一圈 有转跟没有转一样 但是顺时针逆时针要怎么判断呢 就是假设你有一个朋友啊 他面对要转的那一面 看着那一面的时候呢 他说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所以左边L这一面 这样看过去的顺时针方向呢 是这样 右边的R 这样子看右边这一面呢 顺时针的方向 是这样 底层D的顺时针呢 则是这样子 而小测验E 如果你拿一颗结好的方块 让白色在上面 绿色朝自己 做F跟B两步 方块会长怎样呢 方块会长这个样子 上面这个后面这个颜色呢 这个红色呢 是这边这个红色中心的这个颜色 如果不懂的话呢 影片再重看一次 那这些英文字母LRR FB啊 这些方向是根据你现在握方块的面向 跟颜色没有关系 所以当你这样子握的时候呢 转R 是这样子转 而把方块翻一个面 这样子翻过来的时候呢 转R还是这样子转 所以为了沟通清楚 那像这样子整颗翻面的这个动作啊 也必须要有符号代表 用的是XYZ X翻的方向跟R的方向呢 是一样的 Y翻的方向呢 跟U的方向是一样的 那Z翻的方向呢 则是跟F的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一颗结好的方块 摆在上绿巢自己的话 做Y'X' 会像画面这样子 那XYZ本来是从三维坐标系来的 但是你只要记得R U F 这三个字母就好 那有时候我们会抓住两层一起转 像这样子 那这个写法就是在原本单层的字母后面 加一个小写W 所以右边两层 就是大写R 小写W 连在一起 那逆时针Prime跟2呢 会加在W的后面 所以这样子是FW' 这样则是LW2 不过在三层三方块 大家常常用非正式的写法 用小写字母 代替两层的记号 所以右边两层呢 也可以写成小写的R 那注意这是通俗写法 不是正式的写法哦 小测验2 我解这颗脚块的动作 要怎么用转动代号来描述呢 转中间层也有写法 那虽然它们是非正式的 这三种不同中间层的转法呢 它们的字母和方向 分别是像画面中这样子所显示的 这个有所谓的顺时针跟逆时针 例如M 是这样子 M' 则是反过来 虽然有其他记忆的方法啦 但是我觉得用图像记忆方向 会比较容易 现在你学会转动代号了 就可以开始背几个简单的公式 让你解得更快